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烦躁 应怒 作物不安 注意力难以集中 以及难以抑制吸烟的渴望 导致这些阶段症状导致激烟的失败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激烟后体重胖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腹吸 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目前来说 就是专业的激烟的咨询 激烟的心理和行为的这种干预 特别是还要联合药物 成功率在一个月可以达到50%以上 如果能够到专业的激烟门诊 一对一的这种帮助 那么激烟成功率会更高 首先电子烟我们说 它真正的准确的名称叫 电子化的拟骨钉传送系统 所以说它里头有拟骨钉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 传统的那个卷烟导致我们烟难见 那么成瘾最元凶就是拟骨钉 成瘾的一个后果是 你摆脱不了电子间 但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最终是会 又回到吸传统的检验 因为它的不得劲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 它这种拟骨钉也是对我们身体 同样跟传统卷烟一样 有吸脑血管 包括对我们认知结构功能的损害 这是一个 还有呢就是电子烟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 跟传统卷烟一样 它也有重金属也有甲醛 这些都是致癌物质 这些产品它没有被市场监管 所以说不可能像药品一样 在上市或者我们老百姓用之前 经过严格的独理学 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只是一种商品 还不能说用来作为戒烟的辅助产品